无论是黑猫还是白猫 总之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样在我身旁的这一台就是 欧拉好猫电动车款 这样在我身旁你可以看到这个欧拉好猫 整体的造型都是非常的圆润可爱的 我可以称作它是一个时尚的一个东西 就是真的是好像我们的衣服潮牌一样的东西 因为这辆车其实它已经在这个Paris International Motor Show 称获这个最时尚的车款 这样这个非常圆润的头灯组 非常圆润的车头 其实这款车和这个Porsche的这个 基因有一点点关系 因为这款车的那个设计师 其实是这个Porsche的formal designer 就是他们之前的engineering啦 所以这款车你可以看到有隐隐于一些德系 classic car的感觉 就像这种圆润的头灯组 圆润的side mirror 就有那种beater 有那种line 11这样子的感觉 这样在这个车头 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圆润那种curve 所以这就是为了提高它的续航里程 因为整个车的这个风阻系数只有0.2cd的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非常非常的低 堪比超跑 补充一点就是汽车不是越低风阻系数就越低 其实是更加圆润的这个导风 才可以使到它有一个更好的风阻系数 这样你不要看这辆车其实可可爱爱这样子 其实它很多东西都是很高科技 像是这个头灯组这样子可爱 其实它里面已经有搭配这个 adaptive high beam 还有 auto high beam 的 这样这款车代表也是有这个非常完整的进阶式 安全配备包括这个ACC主动跟车系统 也是有AEB, Link Keeping Warning, Link Keeping Assist, Spinesport Monitoring, Real Cross Traffic Alert 还有这个360镜头的 值得一提就是这个360镜头真的是非常的高清 而且它当一些靠近到一些比较靠近的物碍的时候 它自动会打开它的Graphic Resolution都是非常的高清 我可以说在200千以内的这个价格的Resolution 没有一款车和它可以比 这样这个车身尺寸我看它是一个B Plus Segment的这个Hatchback车款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它的车身尺寸长度是有4,295mm的 轴距也是有2,690mm 但是它的扩度就比起一般的B Segment Hatchback 宽了很多 它来到1,870mm 看比一些C Segment的车款 所以这款车大概是介于一个B Segment到C Segment Hatchback 左右的一个尺寸 你可以看到车尾其实它整体的线条都是非常的圆润平整的 因为它的尾灯是藏在这个玻璃里面的就是贯穿式的LED Bar 一般我们的车身的那个尾灯都是在这个车体的嘛 它的就是在这个玻璃里面的 所以它就Hidden了的感觉这边就完全是平的 只有在这边是有一个Signal light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要打开这个尾箱门也是比较容易它非常轻的 但是它就没有电动尾门啦就是一个液压顶杆 它的尾箱空间也算是中规总矩就只有280个L 就和我们一般的B Segment 车款差不多而已啦 就可以放下一两个小的Lugage 或者是一个大的Lugage就这样子就满了 但是这款车它的这个门槛还是很高的 如果你要搬一些高的东西 重的东西上车的话你的这个搬东西上车的那个距离还是蛮远 就接近这种SUV的感觉 因为它车身这边留下了非常大搞的这个Bumper 所以整体的设计就是这样子啦 我前面所讲它是一个时尚单品 为什么我讲它时尚呢? 因为它整体的这个内装的衬托的这个颜色配色 真的是非常好看就是非常的小姐姐的感觉 这边是软植素小有这种Sweat这样子的感觉 这边有包皮 然后这个椅子也是皮革来的 做这个Brown Color还有这个米色做搭配 但是这个米色就比较容易肮脏 但是我觉得这辆车如果搭配这种米色跟Brown Color 真的是非常的精致 和这个车身外面这种Beige Color 还有这个Brown Color真的是非常的配啊 这款车你可以看到它都是双联屏 这样现在很多车都是采用那种双联屏嘛 这个主机也是搭配这个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的顺畅度还是很高的 但是它就是要Wire的就不是Wireless的 但是它的整个主机里面的整个顺畅度还是很高 Resolution也是不错的 只不过它的这个全液晶的仪表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高清 它只有7寸 但是它的整个反光程度我是觉得蛮严重的 如果我要在大太阳底下开车的话 我刚才是试驾了 我是觉得我不太能够看清楚里面的一些东西啦 还有这些按键都是钢琴式的 它就是非常的复古 但是它整体上又没有chrome了 它是plastic 2个chrome了 所以整体的整个感觉还是看起来是不错 只是摸起来就还好 但是这个就很Mini Cooper这样的感觉 这个按键只可以调整冷气的开关 我要吐槽一点就是这款车当你要调节这个风量 或者是温度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麻烦 因为你要在这个主机里面按这个Aura 再按这个旁边的这个icon 然后你要来来来去 你才可以调整那个风量还有温度的 这一点我是觉得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是很难很难的做盲操作的 你必须要有旁边一个人帮你按这些东西 要不然真的你完全没有可能做到这个东西 因为你看得到来 你找得到来 你的车都不能去到哪里啊 它这辆车还是采用这种电子的旋钮式换挡 就是RN 跟D 而已 就它没有P 的啊 它P 就是当你拉这个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它就变成P 了的 然后它也是有Auto Hold啦 这款车它就和很多电动车都是一样 中控这边都是采用这种比较LOW空的设计 因为电动车没有什么穿动桌或牙箱嘛 所以它这边都是非常多的储物空间 你可以有杯架杯架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放电话的地方 这边也是有一个Wireless Charging的一个面板 所以它整体的空间表现还有它储物空间 这边也是有Armrest啦 它整体的储物空间还算是真的不错的 我是觉得整个车宽敞啦 不会有压迫感 来到这个后座有点吓到我 真的是空间表现真是很好 我翘脚这样子做都没有问题 我175cm 的前面是我标准坐姿 然后这个座椅的支撑表现还算是OK哦 很不错整个包护性还是很好 而且中间这边隆起的地板也是几乎是平的 坐三个人都不是问题 只不过后面是没有这个冷气出风口啦 所以这一点是要靠前面的冷气 不过这个冷气还算是不错 它的温度整个它都是非常冷 就很适合马来西亚天气啦我觉得 那加上这辆车后面也是采用这种米色的 这个Lining所以它不会有压迫感 这辆车也是搭配这个全景式的玻璃天窗 而且都是可以打开的 不是做美给你啊 旁边这边也是采用这种 Brown color 跟米色的搭配 但是后面呢就是硬朵 前面就是有皮革的包裹 就后面cut pack 了一点点啦 但是中间这边还是有这种 fabric 的缝线 我是觉得 还算是蛮漂亮的啦 这个内饰来讲 如果你要做长途来讲我觉得 哇两个人这样做很舒服一下 没有想到这个HP都可以做到这样美 所以现在我们跳上来这台欧拉好吗 做一个slalom test 还有比较极端的加速 还有braking test的 所以我们来test下它的slalom test的表现 我现在时速是40多 其实这个body roll来讲 我觉得还算是蛮可以接受的 因为以一个电动车来讲 它的整个body roll来讲 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好了的 比起好像很多的SUV车款来讲 其他SUV可能是这个BMW iX 或者是其他的更高级SUV车款 OK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testing Full Drotter Full Drotter OK 还是brake得住了 虽然这个是 It's a twin port right It's a twin port 所以整体来讲还算是比较OK的 我觉得如果你要激烈 激烈箭矢来讲 It's the high-speed sign so you can experience the slation and braking and now you have the staggered gate OK This time round The two cones standing go in between OK Sure Go straight first OK Between And to the left Between Hard to the light right Back off Betheal to Left And stop OK Now we turn left We go to the braking exercise OK This one is a combination of all It's been the braking It's been using the steering and also coming to a complete stop So this test 其实它是做一个 紧急brake的时候 像是我们如果要行车的时候 这样子我们这个test 就可以test得出 它的整体的表现 So we let's go Full Drotter Eximo Go boy Stop Don't hit the camera So现在我们就是进来这个 Ola 好吗的这个 Media Drive So今天它会带我们在这个 Putra Jaya Elite Highway 附近这边 绕圈圈 这样子来体验下 这辆车在 Urban City Drive 跟Highway的行驶表现 So这台车子 现在我们是跟着一个 Convoy 所以我们不会 太快的一个速度行驶 So现在我整个续航里程 我觉得你们最担心的 就是续航里程吧 这台车子它是采用这个 63.1kW的这个 离离子电池 所以它整体的续航里程 已经达到一个500公里了的 所以在马来西亚 贩售目前是只有这一个版本 就是高续航里程的 就是只有这个500km range的 所以这500km range 它也是提供一个 143hp 还有230Nm的 它0到148秒 但是它的整个 最高时速表现 它只有153km per hour 这就很多的电动车 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它的这个 Single Speed的话 它都不能有太高的Top Speed 除了那种什么Porsche Taycan 还有Two Speed的话 它才可以达到 200公里以上的这个时速 所以这辆车子 我刚才已经做了一个 Slalom Test 那这样子我是觉得 它整体的Body Roll表现 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为它是一辆B Segment Plus 这样子的一辆车子 所以它的车身尺寸 不会太过的大 它大概是比一辆Honda City Hatchback 大一点点而已 我讲的比较接近 可能是Ninsan Leaf 这样子的一个Segment 我这样子行驶下来 我是觉得它整体的表现 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很多的 第一就是它的Body Roll 很少 这个是很Surprise我的 因为在我之前所开的电动车 像是什么BMW 或者是Mercedes的电动车都好 它们的Body Roll都是很严重 因为电池在底下 然后你车身很高的话 你整个配重是很奇怪的 我可以说是奇怪啦 但是这辆Ola好吗? 因为它是用一个EV Dedicated Platform 它们的平台叫做Lemon 就是L-E-M-O-N 这个Lemon 其实不是指那个柠檬 是指很 它是Lightweight 然后这个Encrifter 像是和这个TNGA 也是有一曲同工之妙的 所以这底盘搭配这个电动机啊 我是觉得它的重型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在跑着这种Highway 我现在已经跑着差不多100这样子 我是感觉不到我自己跑着100啦 在这么小台车上面 我是蛮Surprise 玩这个东西的 这辆车子的加速表现 不会有那种非常冲劲的感觉啦 它不会像是什么 之前我们所开的BMW iX 那种一踩就得干 一踩就得干 No 没有的 这个是顺顺去 Smooth Street 非常的linear的 这个走的是比较市区 比较Urban 比较City Drive的一辆电动车子 如果你是苛刻它要求 你要那种推背感 加速感 那种0到100的话 这样这台车子 我觉得它不太能够给到你那种感觉 反而我其实本身更喜欢 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电动车 因为其实我们开电动车 我们不会每天都去Lock它的嘛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以 一个没有声音非常舒服 你想想你每天开这辆车 在你孩子上下绝 然后你上下班 或者是你在City里面 搭慢走走停停的话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台电动车 是更加适合在城市行驶的 如果你讲可能是一些比较贵的电动车 可能它们更加适合来跑Highway 给你做0到100 给你来跑云顶的 这样的台车子 你看我们虽然这个雨声有点大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下雨了 NVH来讲 我是觉得最明显的可能是这个台照声 所以这个Dia 他们是用这个中国的Dia 就是GT Dia 我是觉得这个Dia 有点硬跟有点潮啦 所以如果你是觉得这个Dia 不够你用的话 你可以换一个比较好的轮胎 这样我觉得这个轮胎 还可以接受而已 就没有讲到非常非常舒服 罢了啦 但是这个天窗或者是这个大的大镜那边 它整体的这个隔音表现还算是比较OK的 我不会太过能听到外面的那种风切声 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这个欧拉好猫 做到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啦 加上这辆车我们现在是一个convoy嘛 所以我们是有Andro Auto Apple CarPlay 而且都是带有这个非常高清的画面 我是觉得这一点是比较不错的 但加上这辆车它360表现就像我们刚才进入一些比较窄的路段 就是我们进入一些窄啦 它的sensor自动会打开那个360的 这一点我是觉得很多的贵车都没有这一点 而且它的360环境的那个graphic 还有像素来讲都是非常的高清的 这一点我是觉得 中国车还是比我想象中 higher than my expectation so everything来讲 我是觉得这辆车子如果你是以一个city drive的电动车 我是觉得你可以购买的 但是你想要一个非常非常快的那种加速表现的话 No 它给不到你这种这样子的感觉啦 我是觉得这辆车子非常适合让你去城市代步的一款车子 虽然讲它没有讲到很便宜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率先体验这个电动车的这种experience的话 你可以买一台这样子的车来让你体验一下 因为毕竟在这个价位里面比起同级别竞争对手 那些配备或者续航里程都没有它强 所以中国车主打就是性价比啦 所以这辆车整体的表现来讲我是觉得不错 只是我刚才我的后排乘客有告诉我一点 就是后面很bumpy就是非常的硬比较跳啦 可能我觉得是它的battery bike在后面整体的平整表现来讲 可能后面的乘客不怎么舒服 会比较容易晕车啦如果有晕车的朋友来讲 所以这台车子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加速表现或者是 整个body roll还有它的build quality来讲 我真的觉得我没有东西可以险它了啦 真的是没有太多我觉得可以complain的东西 像这个Olaza这个品牌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其实它是一个中国电动车的这个品牌 主打这种比较时尚复古的电动车款 像这个品牌其实它是under这个Great War Motors的 就是长城汽车 所以长城汽车旗下还是有非常多旗下的一些品牌 例如未来啊坦克长城炮哈佛等等的车款 所以这些车款它们都有打算未来在malaysia launch这些branding或者是model 所以它们line up真的是非常的广 包括SUV pickup truck 它跑车或者是这种sidan车款都是非常多的 所以现在目前grade war Malaysia 它们是引进这个欧拉好猫 进军我国市场来test这个电动车的market 所以你们最期待哪一款中国品牌汽车 进军我国市场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一下 或者你对这个欧拉好猫有什么看法 也是可以告诉我们啊 你对这款车可以成为你的代步车款吗 所以我是Jaden 尽管留守我们的频道啊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出去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